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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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颜色上面来讲的话有一个红色和一根这个是蓝色对 那红色和蓝色那一样14啊他是13.8左右偏短的一根笔 但拿起来比较重偏重的一根笔我估计反正就是嗯 这根再重一点中个20%左右反正重一点点不是重很多 那我们整根笔拿起来的话反正比较啊 ok不算特别对有弹性不算特别硬这样子 另外这个的话他有这样子收的这样子有点像那pan bbs的那个388还是三什么三字头那个328327反正就来自常常来自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那个质感 但他是收的时候这里收的特别明显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应该是哪一个拿下来的时候啊对应该是放在这里这个原因那拿起来说这一块是一个金属种层啊这个是非常惊讶的一个部分拿起来冰冷的一一拿起来刚才一捏哇这冰冷的感觉那这里应该是有点小透明的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来你看到有点小透明小透明的对这样子那其他的话笔笔帽上面的对一个金色的这样子有点小毒的这样子一个呃小毒的一个笔帽啊那这个先放一边那我们整根笔那你拿 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试比如说哎果然有有试来看我弄到水那这样子他然后有一个这个颜色笔尖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喜欢那个人来讲我笔尖我没有特别爱好要嘛我凡是喜欢那种我喜欢是光光滑的什么都没有那种啊也上面有装饰我也不是特别特别好那一口啊然后这个哎看到已经试过水了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然后这个的话这个部分那应该整根都塑料然后再进行一个那个pvpvd的电镀工艺 啊暂时看应该是这样子那主要是这块这个拿起来非常重我估计应该是一个铜的一个种层呢这一点上面我是比较惊讶也很喜欢这样子一个种层比起现在说大部分用abs来做的一个来的好 因为abs那种塑料的话我个人很讨厌那种材料因为你说可以降解可以分解对但我忘记反正是分解跟降解是不一样的分解只是说它能分成那个小碎粒也就是说经常污染海南海洋的那种塑胶粒那这种叫分解降解是什么它能还原成 成水氧气二氧化碳这种原始的一个元素那我是喜欢那样子一种材料那现在所用的abs的话都要几百年才能完全降解啊 呃分解分解的话倒是很快所以说有时候能不能那个做环保自己要很清楚那特别塑胶产品我个人很讨厌原因就在这所以我更特别爱五金产品因为它比较环保一点 然后那个我们先上下墨这样子哎哎呀这这种推拉式其实不呃推拉式真的不太好上我说实话就而且嗯对可以上了上就这种呃推拉式就这样呃上下拉的啊个人不太喜欢我不太懂为什么配这个这种的话除非我是用那种什么就是说钢笔是毛笔科学香港叫那个科学毛笔 那反正就是钢笔就反正你们懂的我之前用了那个什么无足的那个那根其实挺好用的还挺好玩的那行我们我赶紧先试写一下吧试一下那感觉 好的写完了是这样子啊笔的一个反馈非常好非常的给力轻的重的出风的话春吧写个春子春子 是有撇有有纳什么的对出风来讲还是ok的但其实你写的好其实更来讲中性笔最好出风钢笔还没那么好出风啊我个人是喜欢用中性笔写一个链字我其实最喜欢是用中性笔则说钢笔买了那就顺便店买玩一份情怀嘛懂吧那就这个对那段墨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笔的质量非常的好那就而且它的总成等等的这些我都很满意平衡感非常的棒呃因为很少见这种钱 前面前面前面中后面轻的这种就是说惯性那么好的因为通常如果后面惯性太强的时候如果重心在这里的时候你写写没那么好甩就惯性太强了后面如果惯性在前面有点可控性而且又又有惯性这样子呃我觉得这个应该长时间书写不会太累这样子嗯对那整根笔的话反正非常满意呃外观上面来讲嗯不算特别套我喜欢但是它的书写感受 呃啊对出没还没讲出没的话反正偏大一点点比起无垠的这根啊无垠的出没是偏大的因为然后那个写起来阻尼感刚刚好非常的足够呃另外一个东西的话就是说它写起来的字非常有生命力非常有劲因为初期都一样有点像黑体的感觉就是外观不是有点让我小失望但书写那块挺让我就是说挺觉得我觉得挺满意的书写上面呃很棒的一个书写感觉 但是如果你是用那种异形肩用习惯的人呃不推荐买这根因为会用不习惯因为你如果喜欢用异形肩跟用这种肩的话钢肩的话呃书写手感完全不一样找力点等等它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说如果喜欢用异形肩的还是肩我认为就还是用异形肩吧喜欢用这种的你就坚持用这种对就这样子好的那个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呃喜欢的可以那个加我微信然后一起好好的交流交流没有问题呃对有什么讲错了麻烦帮我求生一下 麻烦帮我请不吝点赞订阅